嘉樂飛區 我已經講說他的那個課集不錯了 但是他回來呢 和東風1號 雷文都有選的 那天有人問我說可以拼不拼得過呢 我說可以拼的 其實他在失車的 他跟東風1號一起失了 是不是呀 蝕了萬步充一起失的 今天試了課集呢 他真是沒有根據的路程 即是他跑2000米跑拉尾的 不過那時候那個叫加里啦 1800也不見得有好好的成績 即是未必夠 不知道夠不夠強力的 但大家都知道 雷文仔只是講閘的 他的閘的閘真的不錯的 報民視的 其實這隻馬上次呢 艾道拿騎的嘛 塞車 艾道拿也沒有馬騎啦 艾道拿也沒有馬騎啦 找一下報民視閘的閘 看看那個貨集啦 即是把這個人放進去就好像有些心思的啦 那個貨集呢我也覺得試得不錯的 神恆八變今天也跑的 神恆八變啦加樂悲驅啦 喜盡風彩啦 即是他特意加個眼罩 接著忍住 是不是喜盡風彩啊 那隻不是喜盡風彩啊 是不是喜盡風彩啊 今天那隻 還是喜盡知聲啊 喜盡風彩啊 是的 喜盡風彩啊 加眼罩這個 看看他2000米怎麼跑啦 他也沒有強力根據的 這隻加樂悲驅啦 不過我單純說那貨集啦 上次艾道拿騎了車 喜盡風彩啊 留住來跑加眼罩的嘛 今天脫下眼罩的嘛 前面就神恨百變啦 那這裡就是加樂悲驅啦 今天那些叫什麼侦kr 有加理啊 這就是加樂悲驅啦 這麼說 在那裡就是加樂悲驅啦 我已經見面我們 真的كرlica national 今天艾兆禮失了车,今天艾兆禮没有马骑,他都放布门进去,试一货杂 看看他2000米应不应付得到,我单纯说这货杂,我觉得他有走势 喜进风彩也有走势 喜进风彩侧下去有走势,在这里加上飞,他在后面,临过终点就走上来了 单纯说这货杂,不要理他路程根据,先放布门进去,就有些积极性了 上次失了车,之前的货杂也好,上次的货杂也试得好 交是交得到,因为失了车,今天再做多货杂,他也是有走势 他越追越厉害,这货杂对他来说是比较短的,他也是要跑1600左右 1600左右 暂时跌后的位置 转弯入直路的时候,前面赤枝红心就开始要比较,从所远就拍住他 见到移了出来中间,黑衣有这只杨威四方,见到加洛飞区,部门推他进去 再见到外面盖的马,有风烟再起,很多层大外当,是活力多多来的 最后100米左右,加洛飞区已经脱名而出,先不投筹了 第二名的马,另一只灰马,外面起劣一生,风烟再起第三,活力多多,考第四 哏日文继续讲下去的,看看是否想听 哼,不是鬼蛊,我想解答有自己的问题是吧 看是否解答得到 或者是能否拗户大家呢,有一些等人想事的冲动动机 多谢福S1,好啦,啊,对了,Ivan就看出好了 妈丽郎首相涵,PoceEats Spa,Suity,客家,多谢23.04C,Thank you Ivan讲鬼蛊,不是福S,嵗,嵗,鵗鵗 你本来是正选,百豪本来是跑,我都有选的 大家都看他爆发力很厉害的 但是今天他没有马跑,他现在不出,换了一只幸运愈见出来 幸运愈见本来是后备一来的,现在希斯那只不出,这只保上的幸运系 好了,潘顿本来是骑洛浪乾坤的,潘顿又没有马骑的 跟着,潘顿本来应该骑洛幸运愈见 跟着智盛司机上场也有潘顿本来骑洛 潘顿本来也有骑洛 另外,首先天天不乐就退出,换了羊羊大道 这只羊羊大道也是幸运系马狂的 这只也是幸运系的,两只突然上岛 你就想,是否因为你受伤不良于恨不跑呢? 今天是14号,是不是? 你看回这只羊羊羊,上次那集又漂亮,追得厉害 潘顿简骑,其实这只马,今天14号还在跳,不应该是健康问题 那你本来是选择的,是否? 8号本来是出赛的,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半顿都会跳草地 本来你今天是竞选的,但是如果你是受伤出不到 你那只叫做幸运愈见额保相的都很合理 但是你14号还在跳,应该健康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给幸运愈见出呢? 这是一个问题,你说你选不选这一场来玩?我不选了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场马,很多马,试集都不错的 我有选择的,有陆续干忙,试得不错的,好像有机缘聚梦 好拍档啦 幸运愈见也有再试一波集的,都OK的 所以我觉得这场马很复杂的 这个人一定想,你们觉得奇不奇怪? 那天朗朗乾坤上次8号都做好了功夫的 那天我都选他的 试集什么东西都齐了,翻顿又骑的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出呢? 8号本来出的今天不出,比较幸运愈见出 我看回同样美丽进去哪个旗 大笑容女 最奇的是班顿没有马骑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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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